下面请看今天的湾区简讯 根据6月12号4点 九丁山选务局发布的最新机票结果 在九丁山市长选举中 市议长布里德以50.42%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比前州参议员雷诺多1861票 而布里德在11号领先1601票 在持续机票中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造价23亿美元的湾区捷运BART 由菲勒蒙到圣河系的延长段 完工时间一再拖延 从去年12月推迟到今年6月 然后是明年3月 现在又说要到明年9月底才能完工 圣塔克拉拉拉股交通局VTA表示 如何让BART老旧的设施和现代科技融合 是一个挑战 各种测试项目花的时间比预计要长得多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 所有特斯拉电动车8月开始 将自动装上第9代更新版软件 开始启用全自动驾驶功能 不过特斯拉发言人表示 将首先推出限定功能版 并非立即推出全自动驾驶功能 安全专家批评说 马斯克的承诺可能使驾驶人陷入虚假的安全感中 新台人记者曹景哲 余伟综合报道 这个发言人会给自动驾驶功能